大家好,今天我煲了千里香的馄饨,各个皮薄大馅,汤鲜肉香,一口一个真的是太过瘾了,和外面卖的一样好吃,一起来看看吧 碗中准备200克面粉,加入一勺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加入一勺勺碱面,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次往里面加入温水,边倒水边搅拌,搅拌成絮状,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做馄饨的面要活得硬一点,劲道一点,吃起来口感才会劲道爽滑 揉好的面盖上盖子,洗面30分钟 准备一根大葱铁刀切成片 三姜切成片 一个八角用手掰开,然后加入开水,浸泡20分钟 准备10块钱的猪肉,先把猪皮去掉,猪皮会影响口感 然后切成小块 再用刀剁成肉末,放入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盐 少许的十三香 适量的生抽 一勺蚝油 一小勺胡椒粉 一勺白糖 加入一大勺葱姜水 用筷子朝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搅拌至肉馅上劲 充分的吸收水分 然后在第二次加入葱姜水 继续朝着一个方向搅拌 使肉馅再次充分的吸收料汁 这样搅出来的肉馅口感才会更好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和脂肪香油 锁住水分 继续朝着一个方向继续搅拌 再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葱花放入肉馅的碗中 再次搅拌均匀 现在咱们的这个肉馅就调好了 准备一个洋葱对半切开 切成小块 再切两葱段 一把大蒜对半切开 一块生姜切成片 然后将它们全部放在一起切碎 也不需要切得太碎 像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锅中多倒一点油 油热之后我们把切好的葱姜末加进来 这里一定要注意的是小火慢熬 不要心急慢慢的熬 一直不停的搅拌防止糊锅 一直熬到像这样微微焦黄的时候即可关火 再加入一把虾皮翻炒一下 倒入碗中备用 切记不要熬的时间太长 这样会发苦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熬好的黑葱油 哇好香啊 这也是千里香馄饨之所以好吃的关键手段 这会儿面也醒好了 把它拿到案板上揉匀揉圆 再用手使劲压一压 然后用一根长一整的擀面杖 先把面团边转边擀开 先用面片包住擀面杖 两只手慢慢的向前推 再从中间往外擀 在擀的时候可以撒上一点淀粉防粘 然后像这样一直往前推 用力往后拉 一边擀一边转 一直重复这样的手法 擀出来的面片才会均匀 做馄饨的这个面皮 一定要做的比饺子皮薄一点才好吃 然后像折扇子这样把它折起来 然后再给它切成小段 再把小段散开放一块 再切成均匀的方形 看一下这个馄饨皮就做好了 接下来开始包馄饨 取一张馄饨皮放在水上 放入适量的肉馅 馄饨的手法有很多种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 包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像我这样是最简单的方法 像这样就行了 锅中水烧开 下入馄饨 用铲子轻轻的退一下 防止粘粘 加上盖子大火烧开 接下来我们调个料汁 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胡椒粉 再加点葱花 香菜 加点紫菜 再加入一勺刚熬好的葱油 加入适量的生抽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开水 馄饨煮上三滚就可以了 中间可以点两到三次清水 这会儿的馄饨也熟了 捞出放入碗中 咱们的千里香馄饨就做好了 闻着太香了 看着就想吃 皮薄大馅 汤鲜肉香 味道鲜美真的是太好吃了 学会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 吃着放心又实惠 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这个千里香馄饨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试试吧